农历4月12金门后谱迎城隍 是金门地区最盛大的庙会活动 也是大型民俗文化与观光结合的表演活动 除了在地金门人的参与 每年总能吸引不少观光客来金门共享盛举 因为获得了文化部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 文化部长龙云台还亲自到场授证 农历4月12日金门迎城隍 适逢建县百年 两岸三地城隍庙共享盛举 以两岸三地闽南文化宗教复古镇头为基底 特有的民俗活动获得文化部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 部长龙云台还特别出席授证仪式 我自己亲自出席的这是第一次 也是因为金门就我刚才做的理由 它在文化的传承上 在两岸之间 它其实都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的珍贵的 称之为文化的口袋 金门成了闽南文化重镇 为其一个月的活动 在农历4月12日这一天进入高潮 也吸引大批观光人潮 终于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肯定 特别表达感谢 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邀请大家能够来清临其境 能够到我们金门来迎城坊 都平安 欢迎大家每年都来 亲眼见证闽南传统义政民俗文化 除了金门 别的地方可找不着 记者综合报导 我这里就拍摄一些 一张即兰之灵的 zodan 百份ags 不着 两张即兰之刷 我让您看